说一个定长诗 说一段北岛先生的生活 网 一字残词念吧 这段诗就这一个字 这段诗就一个字 网 你瞅瞅一下 这个很有哲理 网 生活就是网 一张网 怎么理解都可以 知诸知的这个网啊 生活 各种方方面面的串联 形形色色的人 编织在一起 形形色色的事 编织在一起 这就是生活 很有道理 因为今天时间短 任务集 一人四十分钟 但今天的内容很多 就说这一个一字的 几句残词念吧 书节上文 学徒至至生成 跟您学说这段评书 大到大明府的 这一个回目 上一回书我们说到 古尚岛石谦 和这个 他的这个兄弟李滚 两个人 在大明府里 张贴着这个 梁山的布告 走来走去 走到了梁山府 这个这个大明府 这个太育府的这个门前 石谦啊 因为 丢了这个湖在飞龙观里头 让这个生铁伯把这个 国宝 八宝子鸡 夜光湖 偷走了 很恼 他觉得这个湖啊 就藏在这个中枢符里面 他想进去看看 可是这飞天大圣李滚杠 他手里还有一张布告 没贴出去呢 古尚岛石谦那是英雄啊 好看 干脆 就把这一张布告 贴在中枢符的门前 贴在中枢符上 蹭蹭蹭 两个人垫步凝腰 蹦进了中枢符的大院 哇 一进这院子两个人 豁然开朗 这两个英雄也是去过各地的人 没见过这么好的院子 雕梁化洞 别有洞天哪 往里边走吧 往里边走 走来走去走去走来 穿油狼裹中狼 来到了后面 建了一个小亭子 躲在这个亭子的后面 定睛往里边关桥 里边有一个楼阁 楼阁的这个门虚掩着 里边有灯光 顺着里边的灯光 和这个门缝往里边瞅 里面奇珍异宝 什么都有 哪个叫青铜器 哪个叫瓷器 名人的字画 奇珍异宝 那真是别有洞天 可是这些都没在石仙眼里面 为什么呀 虽然石仙是个大盗 耗财 但是他现在一心全在那个八宝紫金夜光符上 突然之间石仙发现 这有一张桌子 桌子上面有一个包袱皮 包袱皮里裹着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大小和形状 特别像这个八宝紫金夜光符 石仙干五段 这就是这把符 嘴里可就说出来 胡 胡 李滚在旁边不知道怎么回事 什么胡了 不是什么胡了 咱有没生活做饭 我说的是八宝紫金也光胡 那是我宝啊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当年我在东京府 皇上拿他 九月九重阳日 想拿他宴请百官 让我偷走了他没宴请上 这就是我当年的能耐 就是因为这把婚 李滚一听这个 他想卖开卖着自己的能耐 哥哥你放心 你在这等着我 凶得进去把胡给你拿出来 说到这儿 这个十千就想 行了 你要是有这能力你拿去吗 李滚二话没说 细语轻声的就进了这屋了 推开了门就听 咣当一声 门关上了 突然之间就听这院里面 逮贼呀逮贼呀 来了好些个兵 坏了 中了埋伏了 这是人家定好的计 上帖佛早就在这儿派人 准备逮他们了 十千一看这怎么办呢 十千还是有红衣 蹭到了这亭子上面了 跟那个帮公似的 就搭在这个亭子的上面 没看见他 把这李滚 可就给生存锁绑了 李滚逮着了 压到哪儿去了 压到了中书府的大堂 来见梁中书 梁中书一看这个五花大榜的李滚 跪下 李滚这英雄 我上跪父母 怎么能跪你这责任 他还挺挺好 梁中书 你是何人 爷爷我乃梁山好汉 非听大声 离滚 还敢嘴硬 你们几个人到我的府里来呀 杀鸡烟用载牛刀 救爷爷我一个人 那你们有梁山的几个责任 来到了我大明府的境内呀 实不相瞒 我们梁山的千针万马 已经把你的大明府包围的是水泻不动 我劝你一句 赶紧把卢元外父子释放了 而且把爷爷我送了榜 我回到梁山 见了我们天王的庙 在我们天王的价前 说两句好听的 把你一杀也就了事了 梁中书一听啊 鼻子都气歪了 我费了这么大劲 把我一杀就了事 合着我还活不了 大胆的责任 来人呐 拉出去 扛 来了两个刀副手 把这个离滚压到门外 准备行刑 其中一个刀副手 手起刀我刚要砍 突然间搜啪一声 飞过来两片瓦 打在了一个刀副手的脸上 啪一下子 当场毕灭 谁扔的瓦呀 五上倒十千 这功夫啊 他已经蹦在那个房上去了 弄起来两片瓦 啪啪一扔 就算把离滚给救了 这功夫实际上明白 此地不可久留 赶紧就跑 往哪跑啊 不能往他们住的那个旅店里跑 因为后面如果有追兵 把他引到旅店里是个麻烦 往别处跑 他刚一跑 他就觉得后面有个黑影追的 猛回头定经观桥 不是旁人 定是那生铁佛 两个人可就赛上跑了 要是论这个武艺啊 十千跟这生铁佛比 那就是苍蝇看见大象了 让人家随便拿个手指头 就给十千豁死了 可是要是论这个跑 十千也是生铁佛 十爷级的人物 从这个后半夜 一直跑得天蒙蒙亮了 生铁佛都没追着他 哪叫小胡同啊 哪叫鸡脚干玩啊 没有十千跑不到的地方 生铁佛也搭着 跟我这块儿差不去 有的地儿都穿不进去 一会儿跟丢了 当天快要亮的时候 十千回到了他住的旅店里 其他的几位梁山的兄弟 看见十千回来了 哎呀你可回来 我们等着你半天了 哎李滚兄弟呢 十千不敢说呀 李滚给我拿着胡锡 让人得起来 那个李滚兄弟跑得慢 在他后面呢 咱家回去歇着去嘛 就都迎到屋里去了 这个时候梁公书西想 这个李滚 干脆先不杀 因为明天就要斩首吴俊逸了 一会儿斩首他们 让老百姓也看一看 又逼到了一个梁山的责任 先把他压住死求牢 刚说完了这一句话 突然有一个兵兵 登登登登登 跪倒在了面前 欺骗忠书大人 大大大大大事不好 梁忠书这个气 何时惊慌 门外有梁山的布告 梁忠书一听这句话 后拨梗子一股梁气 梁山的布告都贴到我大名府的门前 把布告呈上来 拿个布告一看 时间简短 咱长话短说 大家翻译一下 什么意思 梁山写的 就告诉大名府的这些军民 现在奸臣当道 朝廷上有四间 大名府的梁忠书 勾结这四间 祸害百姓 陷害卢军义父子 卢军书是冤枉的 我们梁忠山的众英雄 要救卢军义父子 我们救的时候 希望大家不要参与 只要你们不参与 我们绝不伤害无辜 大概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梁忠书拿着这个一看 都已经打到了我的门前了 梁忠书我梁忠书 如果你再不采取行动 这大名府 就是人梁山的了 眼前就是一块肥肉啊 你吃还是不吃呢 我手下有精兵二十万 战将百余员 干脆我就和那梁山的折扣来一场血战 详至此 急忙传令 击鼓升堂 梁忠书脱下了文光服 换上了武将服 就在朱雷忠书就在朱雀堂前准备升堂 几班的武将站好了之后 梁忠书准备点价 文达将军 文达将就何在 底下应声站住一员将军 末将在 文达将军 我命你 看守 发场的正东 不得有 德令 这个文达将军呢 是大明府五虎将的第二人将 此人武艺超群 顶韬冠甲 非常的英勇 德令他下去了 李天成将军何在 末将在 在班中 站出了一员老将 此员老将 年纪在七雄开曼 白发苍苍 三缕银然 此人长相特别像老将黄忠 而且他善于骑射 而且有百步穿阳之才 因此在大明府 他号称赛黄忠 虽然老将的能耐 也比黄忠要高一些 他在大明府里面 梁忠书也要让他三分 此人就是大明府五虎上将第三位赛黄忠李天成 李天成将军 我命你 看守法场的政息 如与良善的则扣 你要尽心地阻挡不得有木将 尊敌 老将下去之后 预免小子都陆宾听令 末将 在班中站出一员小将 此人小将二十岁开外 嘿 这人小将长得可是真漂亮 顶袍 冠甲 武艺超群 此人小将 在这五虎上将里排名第四 这人小将的师父 就是大名鼎鼎的蓝厅 这人小将非常烈 但是心术不是特别好 凡是人跟他一块打仗去 甭管谁 立的战功 都得算在他身上 心狠手吧 谁跟他一块都得让他算去了 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命你 看守法场的正男 如与良善的责道 一定要尽心地阻拦 不得有木将尊敌 他下去了 与大将将军何在 木将在 大名鼎鼎鼎将第五位 金党将 于大将 出来了 他看守法场的正美 得到将领以后 他回去了 两班的将 你听到 大名鼎梁中书这么派 心里无不得 暗暗的在去 有能耐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两班将里 有议员将军 摩拳擦掌 愤愤的不平 梁中书这时候看在眼里 没搭理他 另其望着一摆 马上就要退堂的意思 这原将军实在忍不住了 梁中书梁中书 休要退堂 末将为何没有任务呢 梁中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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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东京便旁 我去东京便凉 我们什么时候 左上哪儿受得了 吉仙峰 忠书大人 我乃国家的将主 就应该战死沙场 怎能在家休息 我要向您请个命 如果我要在战场上和那良善的择扣决一死战 我应可战着死 绝不做着生 其实啊 这就是梁忠书史的一个计 就为了蹲蹲这个吉仙峰的幸福 就为了让他把这个活拱起来 好让他杀着梁忠书的择扣 梁忠书微微一笑 哈哈哈哈 既然吉仙峰索超将军 你有这样的决心 那么好 吉仙峰索超听了 我命你一路看管四路 东西南北都已看管 哪一路吃起 你盯哪一路 好不好 末将尊臣 梁忠书这儿就派着将呢 梁忠这边也没闲着 梁忠这边军事无庸啊 派人去贴完布告以后啊 他跟着李逵从十三十三里这儿 就回到了飞龙观 因为这飞龙观啊 平时名声就不太好 没事儿骗人钱呢 七行八市啊 抢占个民女啊 就很少有人来 这个时候再让梁忠一闹啊 就更没人了 很清静 军事前脚一到 后脚 梁忠的援兵也就来了 军事往那个大堂上一坐 也开始派将 军事拿什么派将啊 他这个令牌令旗啊 都在梁山上没拿下来 吩咐李逵啊 掘了点这个桃树枝 拿这个桃树枝派将 郭胜吕方何代 咋咋 命你俩去法场的正宗 如果解救卢元外父子的时候 遇到了官兵的阻拦 在东方受阻就是你俩的责任 拿人头来见 是 是 就这样派命令 东 南 西 北都派好了 当派到北边的时候 出了事儿了 北边是谁啊 李立阮小七 李立阮小七何在 在 李立答了一声 阮小七没答应 军事就有点不高兴 阮小七何在 阮小七何在 阮小七没说话 阮小七为何不领命 启禀军事 我是大明府的这帮将军 阮小七如草扣一般 何须两人 文一人看管北方 大可放心 如果军事不放心 你可派别人去 军事文听此言 就不乐意了 大胆的阮小七 啊 你好猖狂 来人哪 拉出去 砍了 这一听砍了 仲家的梁山弟兄 纷纷的跪倒在地 都求情了 李逵这帮人都跪了 哎呀哎呀哎呀 也不知道这帮人都说的什么 为什么呀 一人说话众人听 众人说话听不清啊 也不知道说 你这帮人说话都各有各的特点呢 也听不清说什么 那大可其的意思就是 咱还没出兵呢 不能先杀自己人呢 你让他死在战场上也好啊 众人纷纷的都跪下了 军事的赶紧起身 把这些个仲家的地形 都给让起来了 然后就说 阮小七不听命令 这帮人还劝阮小七 兄弟兄弟 劝好了之后 阮小七也无奈 哎好吧 那我就跟李立兄弟一块去 好 说完了这个 重新判命 李立阮小七何代 在在 命你二人去法场的政委 如遇官司祖监 你俩要鼎力的相叫 是是 俩人拿过这桃树枝的 走了 这个时候呢 李逵在旁边 我老板天 没叫我呀 我要不问问 刚想问问 就想起阮小七那一出来了 我一问 是不是也得把我脑袋砍下来 我还是不问 他这人一在旁边嘚嘚呀 让军事听见了 李逵你说什么呢 军事我什么也没说 我什么也没说 李逵听了 末将在 李逵 我命你 唯 督导先锋 看到哪里有困难 你就要去哪里 砍杀敌人要英勇 听明白没有 军事哥哥 你就放宽了心吧 你就交给兄弟我了 还不快接这个令箭 哦对对对 还有那个小树枝呢 赶紧把那小树枝也画一点 好 杜千余万何在 咋呀咋呀 就这两个声啊 他把这房底震下来 这俩人长得呀 您看我这妹妹呀 我这模样 能听我六个 身高足有一掌二 绑斩有缘有力量 脑袋挂子 塞九都 两眼一都塞叉脑 胳膊好想方上的咧 啊 这俩人长得都跟那黑金刚似 杜千余万这两个 杜千余万二位兄弟 我命你二人前去 发长 背出 卢元麦父子 让他们俩去背着 卢元麦父子 如果 卢元麦父子 损伤一根毫毛 定拿你二人试问 就有一点伤害拿你二人试问 这俩小子也有心眼 他说 君士您放心 只要卢元外父子毫发未损 到了我们的肩上 他有一根毫毛的损伤 我们必提头来见 圆外一听这话呀 心理一下 这俩小子有心眼 为什么呀 只要卢元外父子毫发未损 他要是受伤了 这不赖我们 背到我们肩上 之前只要一点伤没有 背到我们肩上 这您放心 只要受了伤 我们提头来见 他以前让人打了 或者在监局里受了什么伤 这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吩咐完了以后 君士说 今日晚上 分成三伯人入城 不得有 入了城以后 你们自己选择自己 其身之佐 可以住店 可以找吃饭的地儿 也可以找什么小庙 找哪儿 忍着 但是明天 追魂炮响之前 不得和官军发生冲突 如我冲突 定斩不设 而且这个时候进城 很好进 只要您不是成军结队的 来了一万人马 哗一下进城 他不让您进 你说长得什么鬼头 孩子脸的 这个 已经不拦着了 因为梁公叔有命 就是为了逮这些梁山的责寇 您三五成群啊 十个八个的 他不不不家族了 这是晚上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 就应该四十吧 也就是第二天 上完现在的这个时间说吧 十一点左右 四十 十一点左右 从这个死囚牢里面 推出来三辆球车 第一辆 就是卢元外 卢军玉的球车 第二辆浪子燕青 第三辆飞天大圣离滚的球车 后面跟着 就是这个 鱼头 蔡芙 蔡芙拿着一把金被砍山刀 刀上还滴在这鲜血 这怎么回事啊 蔡芙刚宰了一人 为什么宰一人呢 这咱得说说 就是因为啊 卢元外家那个 丧尽天良的大管家李固 李固自从害了 卢元外之后啊 他不死心 他总怕呀 这卢元外父子 如果有朝一日 陈渊昭雪放出来 定不能饶了他 所以他总想害死卢元外 这不这位说 你这不经常就要 斩首卢元外了吗 那是个人就知道啊 良善好汉 来救他们的 如果把卢元外救走了 或者卢元外 年轻父子救走了一个 他李固还是活不了 李固虽然是 给这个蔡芙 蔡芯 两个兄弟 这个蔡芙啊 是看管监狱的头 他弟弟一枝花 蔡芯呢 是在这个衙门里头当差 给这俩人使了金子 使了银子了 但是这俩人 有个耿直劲 绝不帮着你害人 没管 而且李固在找他们 他们就是要拽着这个李固 找梁中书那拼命去 讲理 他这人要在狱里害死你 所以吓得李固跑了 可是李固不死心的 他办依然救走了 怎么办 还得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呀 想来想去 想这么一办 我大头我找不着 我找那小狱卒行不行 我贿赂下狱卒行不行 苍蝇布丁那个没缝的鸡蛋 让他找着一个 这个狱卒啊 这个狱卒啊姓邓 邓狱卒 个儿挺高 挺黑 擅长烟心菜 邓狱卒啊 这个邓狱卒啊 平时就是傻的黑猪 没有什么心眼 但是呢 但是呢 他也听这蔡夫说了 咱们要善待这个 卢元外 因为卢元外是犯了朝廷的王法 与我们不相干 我们只要善待人家就可以 人朝廷判得死 是怎么着的 跟咱无关 要善待人家 他也不敢说什么 李固今天找他来 给他拿了二百两黄金 摆在他面前 见钱养开啊 哎呀 这我得少吃多少咸菜啊 看你这金子 你有何事相托呀 我想要奴俊义向上的人头 这都办不到 我没有这么大胆 我甭说要他向上人头了 我拿二刀进去 人家就能给我卡到 不行不行 那你能干什么呀 我打他一顿行 你说我进去 我打他一顿 我给他弄点伤 弄了点残 这我都可以办得到 这也行啊 你要能完成这样 这钱也是你的 这小子 阴毒鬼 大盗 记住这个名字啊 这是一个贯穿性的人物 这一集里 这是一个贯穿性的人物 阴毒鬼大盗 把这钱收下来 收下之后 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 就在这一天 菜服没当班 晚上 大盗喝了两杯酒 带着两个手底的人 来到了死囚牢 过去的死囚牢跟现在一样 一个人一个间 过去叫单所 现在叫单间 死囚犯没有六个人放一房间里的 自己一个人一间 与世隔绝 所以为什么就好多 就包括无器啊 我说的是指的是普通的犯人 不是那些受人关照的 就是普通你真是 我杀了一人呢 我是怎么怎么着的 没有任何权势的那种 一夜之间摆了头 他就给你那种压迫感 你一人一房间 你也看不见天 你也看不见光 漆黑一片 我们这次上青岛旅游 去看那德国监狱 有水 没有窗户 没有门 什么灯 也没有灯 就是一个 你从早到 你也不知道 有没有时间 这个概念 在那个屋子里待着 就没有时间 这个概念 一天到晚 就是黑灯 来了 喝的迷运灯 看着卢月白在那 我说 奴元外 哈哈哈哈 你知道 我是什么 啊 哈哈哈哈 奴元外 你看 玉族来了 得跟人客气啊 说点多 我还真不认识 奴元外 那是大明府的首富 在全国来说 当时他都是首富 他都认识他 书在下眼中 你肯定不能认识我呀 你是有名的财主 我们这个下三烂 小狱族 你看不上我们 可是你别忘了呀 那是原来 现在你是阶下囚 你现在有囚于我们 哈哈哈哈 这句话一说出来呀 奴元外 他真说在心眼里去了 为什么 他呀 有一种感觉 他自从犯案进来之后啊 还真没吃什么苦 就包括半路途中 给他押运到东京变凉 也是好吃好喝好待成 他就隐约觉有人帮他 但是外面是谁在运作 良善的好汉是谁脱关系 怎么帮他 他不知道 但是他隐约觉得 有人在帮着他 哎呀 小哥小哥 还得多谢你们多多的关照 哈哈哈哈 光说关照就行了嘛 我们这是什么地方 不使点金子 不使点银子 您就能过得这么舒服吗 啊 奴元外一听就明白呀 这是要使家 您放心 在下定不能亏欠你 那好啊 赶紧掏钱吧 小哥 我进来之后 我现在身无分文 也确实 自从奴元外 进入了这个死囚牢之后 连个三岁的毛虫 都没有敢来看见的 罪过太大了 东京变凉 经了皇家 刀了八包紫金 叶光胡 牵连到了他 家里那些个财产 全中国的首富啊 一半归了梁中书 一边一半归了礼部 身无分文了 吴元外 还是叫汉 小哥 现在的我 除了肚中的粮食 身上的醉意 身无分文 不过你放心 如果有朝一日 我能得以沉渊昭雪 我定当后报于你 好不好 邓六 大邓 这烟仙菜 人性太测 呸 就凭你这两片嘴 我就信你了 甭来这趟 今儿你掏不出钱来 我就让你知道 知道我们这是什么地方 快去 给他来 咱们这儿的鲜亮大 手底两个人 那夹棍就拿出来了 夹棍是干嘛的 夹腿的 夹这个锁骨 就是这个腿 那怀子骨的 一般的人 夹一扣 腿就碎了 这脚踝呀 他一夹就碎了 吴元外一夹 咔咔咔 三口 吴元外一开始忍着 咬着牙 忍着不出声 黄豆这么大的汉骨 列往下滴 是条汉子 最后实在忍不住 腾杀 吴元 这一句话说出来 给这邓六吓得 登登登登 倒退了几步 磕在桌子上 心里说 欲其的奴巨力 真是好样 我当了二十多年的御宗 没看见过 又这么横的 再一看这家棍 舌了九戒 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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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还给我们使坏了一个家棍 这都得记你账上 今儿没完 没完 再换一个 接着家 这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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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早晨起来 天当蒙蒙亮 这么个功夫 太福就来当班来了 为什么呀 他不放心 他老怕呀 这个死囚牢这有什么事 所以早班就来了 刚到了死囚牢门口啊 他就听见 就听见颅园外这个 丹锁的屋儿有哀嚎之声 啊啊啊啊啊 他不知道 圆埋病了吗 赶紧把那老御祖喊来了 来来来来 颅园外这是怎么了 老御祖光笔 我不知道说什么 他也不知道说什么 这这这怎么 快把门不打开 把门打开往里面 一看 他就明白了 他是玉 他是头啊 监狱的头 他不知道用的行的 说 这是谁用的行啊 给御祖下来 这这这大大人 这这六六六 好嘛 以为是农药都用的行了 那年头也没有农药 是不是刘六六 对对就是他 刘六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他他他走了 走了 赶紧找他去 菜符啊 拿着刀啊 就找他去 咳着这个监狱里就找 找来找去啊 嘿 在好房里找着他了 这小子喝多了 卖不开布 好房里他都睡下了 正睡着打出了 哈 菜符见他这个气 一毫搏领子 从屋里给扔出去 去你妈 啪 就踹那 这是谁呀 这回醒了 啊 一看是菜符 这小子串底醒了 过头就要跑 菜符一脚过来 啪 就给踹那 是你用的行吗 是是是是是是我 是我是我 谁让你用的行 是是是是李固让我用的行 混蛋 咔 就这一刀啊 嘿 脑袋给削下来了 所以那刀上为什么有的血呢 咔 脑袋下来了 就在这个工夫啊 突然间来了一个传令官拿一铜牌来 告诉他 五十三刻开刀问斩 让他注意时间把炉原来送到刑场去 你想 刚把脑袋切下来 这手里拿那刀还滴着血呢 这这送信的来了 他也不气了 一出来看 通牌 啪 就钻一边去了 给那传令官吓的呀 磨头就跑 也没说什么事 就走了 就在这个工夫 突然间有人说 中书府送来了一桌韭菜 并附有生铁佛的一封信 这是给浪子燕青的 因为当年浪子燕青在大明府里救过生铁佛的命 把这都端到了燕青的面前 燕青连看都不看 御图给燕青读了这封信 生铁佛写的 意思呢 就是感谢你当年救了我的命 但是由于你犯的这个罪行太严重了 我无法到现场去为你送刑 这一顿呢 是祭求你吃了 就算我对你的有一点 哎 我给你送刑了 就是这么这么一个意思了 哎 然后呢 燕青 说燕青 没没没没理他 那 菜服正在那生着气呢 燕青你吃不吃 我不吃 我跟这个生铁佛 毫无关系 好 你不吃 我吃 他找几个三股之鸡 喝你一杯我一杯 他喝上了 一会呢 他就喝多了 就有我们刚才说的那那一幕了 喝 喝的多 前面推着球车 他拿着大刀 晃悠悠悠悠悠 就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街两旁的人可就站满了 大多数的人都是来送温元外 因为大明府里温元外守善之人 他经常帮助穷人 好多人都特别感谢 而且在那个人群当中 好多梁山的志士 已经混杂了人群里面 他那个军事无用啊 也站在那准备下命令 何时搭救温元外 行车往前走着 就走到了刑场 刑场啊 到了刑场以后 就突然听到了一声号炮响 啪 这个时候人群可就乱了 为什么呀 这个炮叫追魂炮 追魂炮 五十三个响开刀问斩 这个时候不到五十 你想早了 梁山的众英雄 这个时候可就傻了 哎怎么想这么早呢 目光纷纷的投向了军事无用 就看问 那意思就是问军事该怎么办呢 救不救啊 突然之间 啪 二声号炮响起 中人一想 说怎么办 快点 三声号炮 人头就落地了 就在这个时候 第三声号炮 啪 又响了 号炮就是命令啊 刽子手不听那一套 手起刀落 苍朗朗 人头落地 咯 咯 咯 这 咯 谢谢